下面呢 首先大家看一下 我目前的讲课的进度 我们讲到我们技术部分 是核心的这一部分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呢 施工测量讲完了 我们上节课讲的是 普时方工程施工 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土时方工程施工呢 它总共是有五小节的内容 有五小节的内容 那目前我们讲完了什么呢 沿土的分类和性能 我们上节课讲的是什么 我们上节课 讲的是基坑知户 对吧 然后人工降牌地下水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讲土时方开挖 基坑艳槽 常用的地基处理方法 以及装基础施工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啊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啊 计划要讲的内容啊 计划要讲的内容 那么我们首先来简单的 看着我们这个知识点的列表 来回顾一下 上节课 我们正点讲的就是基坑知户和人工降牌地下水 是吧 那么基坑知户我们分浅基坑知户和深基坑知户 是不是啊 基坑测壁的安全等级总共是三级 那么哪些是一级基坑 哪些是二级 哪些是三级 我们介绍了 是吧 那么浅基坑知户 我们介绍了有七八种方法 是吧 那么深基坑 何为深基坑啊 指的是这个挖谷的深度超过五米 或者是虽然没有超过五米 但是它的地质情况复杂 或者是周围情况复杂 也称之为是深基坑开挖 是吧 那么深基坑的土坑开挖呢 要编制转向时光方案 而且需要组织专家论证 是不是啊 那么深基坑它的知户方法 我们重点讲的是什么呢 贯注庄 财庄知户 以及地下连续墙 是吧 还讲了土钉墙知户 就是关于这个深基坑的知户方法 特别是根据适合一二三级计坑的 有哪些 就是啊 那么适合二三级计坑的 有哪些特别是适合一级计坑的 大家一定要拎得出来啊 特别是贯注庄 排庄知户 地下连续墙 要注意啊 土钉墙 虽然我们重点讲了 但是它不适合什么 一级计坑 再说一下 土钉墙知户 它适合什么 二级和三级计坑 二级和三级计坑 好嘞 那么我们简单回顾到这里啊 这些课呢 我们讲土石方开发 那么土方开发的顺序和方法 必须与设计要求相一致 并遵循开槽支撑 先撑后拔 分层开拔 严禁超拔的原则 十六个字 十六个字 这个土方开发的原则 有可能会在多选题 或者是 会在多选题 或者是在案例题当中考察大家 各位要把这十六个字给我记住 开槽支撑 先撑后拔 分层 数项分层 水平叫分段 分层开发 严禁超拔 那么我们在讲这十六个字的时候 大家想没想过 我们土兵墙之户 是吧 那么好像是有二十个字 是不是 我们要超前支撑 是不是 我们要深层分段 是吧 等等 那二十个字 要记住 这十六个字 也要记住 那么严禁在 其坑 其建筑物周边 影响周围内 这个对方土方 这没有考虑 土方的这个开发的原则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注意 好 那么关于土兵墙的那个 支户的那个原则 土兵墙施工的那二十个字 我给大家列出来了 超前支户 分层分段 逐层诗座 现实封闭 多长时间 就是说我们要 喷射混凝土 二十个四小时以内 是不是 严禁超挖 严禁超挖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而且要求你记住 要求你记住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这个土方开挖 也是分什么 浅积坑和深积坑 我们先讲浅积坑开挖 那么浅积坑开挖呢 应该先进行测量放线 根据开挖方案 按分块是不是 也就是说分段 是吧 水平面上 比方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的时空区域 是不是 那么我们分成四段吧 是吧 这就是水平上是一 二 就是这样 三 四 这就是水平分段 那每一段呢 每一段我们在数项上又要分层 是吧 我不知道大家前几天有没有听黄老师直播的这个关于火神山医院的施工过程的探索 那么我们火神山医院 它作为一个应急的传染病医院 那么这个工程建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速度要快 因为它是致病救人的 是吧 我们是要和时间去赛跑的 所以说这一工程 它的建设过程是和我们普通的工程是不一样的 是不需要招投标 因为它是强调救灾的工程 不需要招投标 不需要审批办理手续等一切 而且它是一个典型的三边工程 是吧 是边勘查 边设计 边施工 在那月29的下午 也就是23号下午 这个武汉市作建局决定要建 要建这个医院 那么当天晚上 中建三局作为牵头单位 就已经召集了上百台挖掘机开始进行这个清整场地挖土方作业 那么当时啊 这个有一个图片片嘛 就是上百台挖掘机同时开工作业的场面 那个土方开挖 首先它是一个浅积坑 因为火神山医院 它最多就是两层 它开发深度很浅 它是一个浅积坑 它没有降水 也没有支护 其次 它的施工组织 它就是一个分段的 分成这 比方说分成这四个施工段 这四个施工段是什么 平行施工 因为中建三局牵头 还有其他的几家 总共是四家施工单位 他们是平行施工 保证最快的速度内来完成施工 结合这个 我们稍微讲一下 那么挖土的时候 土壁要求平直 挖好一层 支一层 那么开挖宽度较大的几坑 当在局部地段无法放坡应在 那局部地段无法放坡 你又需要支护的话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支护方式呢 我们上节课讲过 浅积坑支护方法里边 有一个适合它 是不是 那叫什么 短装层格板支撑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临时挡土墙支撑 那么这个临时挡土墙 可以用这个编织袋啊 草袋啊 装入毛石啊 装土啊 等等 是不是堆砌成临时的矮的挡土墙 这叫临时挡土墙支撑 是不是 比如说短装横格板支撑 与临时挡土墙支撑 都是适合于开挖宽度较大 是不是局部地段 无法放坡的时候使用 那么这个点 和我们之前讲的这一点 就连关起来了 是吧 好 那么 相邻极坑开挖的时候 相邻极坑开挖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建筑物 是不是啊 这是它的极坑 那么相邻建筑物 还有一个极坑 有深有浅 那怎么办 应该是遵循先深后浅 或同时进行的施工顺序 先深后浅 一 二 是不是啊 或者是同时进行 那么挖土呢 就是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自上而下 是不是啊 不是一般情况下 没有自下而上 是不是啊 都是自上而下 垂平分段 是不是啊 然后分层进行 分层就是竖项的哈 那么边发边检查 坑底的宽度 坡度不够 时及时修整 知识设计标高 再统一进行 一次 纠坡清底 检查坡底的宽度和标高 那么这些可以了解啊 这些作为了解的知识点 但是我标出来的 相邻极坑开挖的时候 开挖顺序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点啊 那么要先深后浅货 同时进行 这个要清楚啊 那么 这个第四个很重要啊 我先强调一下 那么 鸡坑切挖 应尽量防止 对地基土的扰动 保持地基土的原状态 那么 当用人工挖土的时候 鸡坑挖好后 挖好后 不能立即进行 下斗工序的时候 应该预留 150到300毫米的 这一层土不挖 在下一道工序开始的时候 再挖之设计调高 那么当采用机械开挖 机坑的时候 为了避免破坏基底土 那么应该在基底 调高以上 预留200到300的土层 人工挖土 好 我说一下啊 都是要预留一块土层 它俩预留的目的是不同的 人工挖土的时候 什么时候才要预留 这个150到300啊 当你挖好后 不能立即进行下斗工序 那么今天挖好后 不能立马做电腾 万一今天晚上下雨怎么办 是不是 万一被破坏了怎么办 是不是 万一你挖好了 有施工机械在上面走过 那可能又对你这个 是不是 坑底的土造成了扰动 所以说 当不能立即进行下斗工序的时候 那么我要预留那么一层 多少呢 150到300 预留这一层 在下斗工序 什么时候计划开始了 我们立马把它挖去 因为留了薄薄一层 是不是 15公分到30公分 是不是 很少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是机械开挖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留200到300呢 是因为避免机械对地基土的扰动 所以我们采用机械挖土 是必须要留200到300 这一部分土是由人工来挖土的 如果说整个机坑开挖 是人工挖土的话 如果人工八道设计雕高 就能立刻进行下斗工序 需不需要预留那个150到300 不需要 分清楚啊 这两个预留目的是不同的 好吧 好 好 那么在地下水位以下水位以下挖土的时候 应该在积坑四周挖好临时排水沟和积水井或采用经典降水 一般挖土深度超过三米就需要进行经典降水 就需要进行经典降水 将水位降至坑底多少呢 我们上节课在讲我们这个灌竹桩也好 地下联系墙也好 我们都讲到了挖土的时候 要保证地下水位要在挖土的这个 最起码要保证什么 半米 是不是啊 半米 也就是这个500 是不是啊 500以上啊 就是水位要降到坑底以下500 最起码要500啊 那么以地挖坑的进行降水工作应该持续到我们基础完工 不是持续到我们这个机坑开挖好 而是要持续到呢 这个基础施工完成 包括我们的土方回填啊 包括我们地下水位以下的回填土完成啊 再说一下降水工作要持续到基础施工完成 OK基础施工完成啊 那么雨期施工的时候 机坑呢 应该分段开挖 挖好一段 浇注一段电腾 因为这是雨期施工啊 避免雨水浸泡我们的机坑 所以要挖好一段 浇注一段 并应该在坑顶 坑底才是有效的 接排水的措施 同时应该经常检查 边坡和支撑情况 以防止坑地受水浸泡 造成塌方 好 这块呢 了解极可 OK 了解极可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深极坑的土方开挖 何为深极坑 大家能回答出来吗 超过多少称之为深极坑 请大家回答一下 何为深极坑 OK 好 一般情况如果有深度的话 就是深度的话 就是超过五米叫深极坑 它是需要组织专家论证的 看一下深极坑要制定土方工程 施工的专项方案 并通过专家论证 并通过专家论证 有的极坑虽然没有超过五米 但是它地质情况比较复杂 和周围环境复杂 我们也会把它列入深极坑的范畴 好 那么深极坑在这个土方开发之前 要组织专家论证 而且要什么 要对我们的知户结构 地下水位周围环境 进行必要的监测和保护 如果说在案例题当中 他说了这个深极坑在开发前 我们制定了专项施工方案 并通过专家论证 那么并对要对知户结构 进行必要的监测和保护 那么人家可能说 说监理提出了 是不是认为不妥 要求你补充 还应该对什么进行监测和保护呢 不光是知户结构 还应该对地下水 还有周围环境 周围环境指的是周围的建筑物 是不是临边的周围的这个地面 我们的地下的管道设施 是不是啊 等等啊 这都是周围的环境啊 那么深极坑 它的挖土方案 有放坡挖土 中心导氏导氏挖土 盆氏挖土和逆做法挖土 那么在这四个挖土方式当中 只有这个放坡挖土 是没有知户结构的 后三种都有知户结构 这个一定要清楚 那深极坑的挖土方案 总共有几个四个 放坡挖土 中心导挖土 盆氏挖土 加逆做法挖土 逆做法 这个我们在上节课的时候讲过了 是不是啊 先做这个建筑物周围的地下联系墙 然后再做这个中心的庄 是不是啊 或者是柱子 是吧 那么树向支撑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交住地面的这个板 就是这个板 抓住完了以后 这个板 水平的板和树向的地下联域墙 还有装 它就形成一个整体 具有很大的一个强度 强度和稳定性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往上来改基础 也可以往下来挖土 就是啊 这就是一个逆做法施工 逆做法施工 好 那么我们详细来看一下啊 那么放坡挖土不用说了 这是最经济的 就是啊 最经济的一种方式 中心导致挖土呢 指的是这样 先拉掉四周 这个中心这一部分呢 作为一个临时的施工场所 那么它可以搭设一个这样的棺桥 是吧 哎 这样子呢 我们挖出来土便于运走 是吧 它的优点就是啊 那么这个挖出来土便于运走 是吧 那缺点是什么呢 它先挖掉四周 那么我们的知乎结构啊 知乎结构 那么它受载的时间就比较长 可能会引起它发生较大的变形 因为它先挖掉它的土吧 那么这样子的话 在背后这个土的这个作用下 那么知乎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形 是不是 好 那么翻过来呢 如果我先挖掉中心呢 先挖的中心 这就叫盆石挖土 先挖中心 后挖四周 是不是 那么后挖四周 那么对于知乎结构受力 它是有利的 但是先挖中心 那么中心这个土方怎么样运出去呢 它没法像中心导致这样 搭设一个站桥把它站桥把它运出去 是不是 所以说盆石挖土的优点 是便于知乎结构受力 缺点是什么 这个土方需要集中提升以后 用机械提升以后 再捣走 再捣走 这是盆石挖土的一个优缺点 相当于中心导和盆石挖土 它俩优缺点刚好是什么 互补的 那是互补的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身体坑开挖 身体坑开挖 我们说了超过五米 是不是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树下要分层 那么每一层呢 我们要控制在三米以内 三米以内 那么多极放坡开挖的时候 坡间平台的宽度 不小于三米 也就是说这个放坡的时候 多极放坡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挖土 这是一个坡 是不是 然后有个平台 然后我们再放坡挖土 能明白 这是一样 他现在说的是这个距离 能明白吗 他说的是这个距离 就是这个坡 这个坡和这个坡 是不是 这个坡 他俩中间的这个坡间 这个平台的宽度 要怎么着 要求是什么 大于三米 大于三 OK 大于三米 大于等于 是吧 不小于三米 大于等于 那么如果是采用土钉墙之后的极坑 土钉墙之后 也就是二级和三级极坑 就是二级和三级极坑 如果用深度来说的话 三级极是小于七米的 一级极是什么 就是超过十米的 那七米和十米之间的 就是二级极坑 这只是用深度来表示的啊 那么采用土钉墙之后的基层开挖 应是分层分段进行 而且每层分段的长度 水平上分段的长度 不宜大于多少米 三十米 三十米 这里边有三个数字 都是三 是不是 三三三 就是要分层 就是三米以内 就是坡间水平平台的宽度 不宜较于三米 是吧 那么土钉墙之后的话 那么每段长度 不宜超过三十米 就是这样 好 那么采用逆做法施工的 极坑开挖面 较大的时候 一采用盆石挖土 就逆做法施工 先从中心开始挖 先从中心开始挖 先挖分类的 先形成中部结构 再分块对称现实 开挖周边的土方 和施工主体结构 这是关于逆做法 这是关于逆做法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我们深极坑开挖 要注意的事项 那么深极坑开挖 有几种方法呀 四种 是不是 放坡 中心岛 陈石挖土 还有逆做法挖土 那么在深极坑挖方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数字 要记住它 是不是 数项分层 三米 是吧 多坡的话 坡间距离大于 是不是 要大一等于三米 就是还有途经墙之物 那个水平分段 就是 不宜超过三十米 好嘞 记住这些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放完土以后 做了基础 我们就要土方回田了 是吧 那么土方回田 田方土料 不能随便 找些土 就可以来回田 是吧 当然我们尽量的采用 同类土 你说你挖水土 再回田就可以了 当然 有同学可能会说 那冯老师 挖出来土 可不可以大量 追击到周边 是不是 反正要回田 不可以 我们说 基坑周边 是不能大量 被土方的 是不是 后面我们会讲 离着基坑 最起码要什么 两米 离着基坑周边 最起码要两米 而且对方的高度 不能超过多少 1.5米 这两个数字 非常重要 我们后面会讲 这两个数字 在这个案例题当中 经常考到 经常考到 那么 那么我们土方 不能大量 对方要运出去 当我们基础 做好了以后 要回田土 再运回来 为了保证 田方的强度和肯定性 一般不能选用什么 淤泥 淤泥制土 有机质 大于5%的土 它是具有腐蚀性的 有机质 大于5%的土 也是不易回田的 再一个就是 含水量不符合 压实要求的 粘性土 比方让含水量太大 对不是 那也不可以 这是对于回田土的 土质的要求 那么在设计方案当中 一般设计师会提出来 你的回田土 土质的要求是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回田的这个技术要求 那么田方的边坡坡度 应根据田方的高度 土的种类 还有这个中央性 这个工程这个中央性 来确定 对于使用时间较长的 临时性的这个 田方边坡坡度 使用时间较长 那么当田方高度 小于10米的时候 田方的高度 这个土质田的高度 回田我们肯定是 由什么 由底 就是由下到上来回田 是不是 一个机坑 你肯定是 是不是 那你肯定是先回田 最下面的 是不是 然后再回田上面的 是不是 那么对于田方高度 这个高度 小于10米的 是不是 田方高度 小于10米的 可以采用什么 1比1.5的一个坡度 这个坡度呢 指的是这个 1比1.5 就是这个 如果说 这是1的话 那么这就是1 1的话 那么这就是1.5 坡度不能太大 是不是 是不是 这就是1.5 要求这个坡度 如果说这个高度 超过10米了 可以做成 折线形 折线形的意思 就是上部 可以是1比1.5 那么下部呢 应该是更缓一点 是不是 下部更缓一点 所以这比方 上部是这个 是不是 然后我们下部呢 是这个 是不是 一个折线 是不是 这个坡度是不一样的 大家能看出来吧 坡度是不一样的 好吧 好 这个冯老师的会谱水平 老师的会谱水平 实在是有限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 上部是1比1.5的坡度 下部是1比1.75 下部肯定要更缓一点 那么田土 应该从场地最低处开始 是不是 这个要知道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考点 经常考这一点啊 田方的时候 要从最低处开始 由下而上 整个宽度分层出田 整个宽度分层出田 那么我画一个 我画一个极坑 比方说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极坑 让你回田 我问一下 你是沿着长边来回田 还是沿着短边来回田 我问一下 是沿着长边来进行回田 还是沿着短边来回田 沿着什么 大家回答 是沿着长边还是短边 这个什么是九十啊 当然什么啊 这么多短边 这么多短边 沿着长边啊 这样子田啊 这样子田啊 这样子啊 由最先 如果说这个极坑内 极底的标高是不同的 有深有浅啊 先从最低处啊 最深的那个啊 最低处开始田 什么叫从最低处开始 由下而上整个宽度啊 是不是 这叫沿着长度方向 才叫整个宽度啊 是不是啊 这样子去田啊 各位能明白 平行于长边啊 平行于长 平行于长边 我们后面会多次讲 包括混凝土胶处 也是沿着长边的方向啊 沿着长边的方向啊 沿着长边的方向啊 那个整个宽度啊 整个宽度 我只是说沿着长边的方向 那么稍后我们会讲对称啊 确实是需要对称啊 但是沿着长边的方向对称啊 好 那么每层须铺的厚度 应该根据夯实基线来确定啊 一般情况下 每层须铺的厚度呢 跟你的方式基线不同啊 那么有每层的厚度要求 而且每层压式变数的要求 这个了解极客啊 那么接下来刚才说了 说田方应该怎么田啊 应该在相对两侧 或周围同时进行啊 应该是在相对两侧啊 应该是这样子 一般是这样子啊 一般是这样啊 一般是这样子啊 相对两侧啊 是不是啊 相对两侧 当然可以四周同时啊 也可以周围同时进行回填和航式啊 相对两侧或周围同时 那么田图呢 应该尽量才用同类处来填住 这个达东知道这个达东知道的 是吧啊 田方的密实度要求和质量指标 就是怎么样知道你回填是否达到要求了啊 密实度达到要求了 那么我们有一个指标啊 有个指标叫做压实系数 这个警方考大家单选题 我再强调一下啊 田方的密实度要求和质量指标 是用哪个指标来控制的 一定要清楚压实系数 压实系数可以考大家单选题啊 可以考大家单选题啊 那么压实系数呢 是土的这个实际的干土密度 以最大的干土密度的比值啊 当它当于一那就是啊 完全回填到位了 压实到位了是吧啊 可能性不大啊 但是尽可能满足要求啊 压实系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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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做几个小题目 来巩固一下 刚刚我们讲过的这个升级坑 开挖 以及我们肥填土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啊 关于中心导石挖土的说法 正确的是啊 这虽然是一个二线的题目 但是通过这个题目了解一下 中心导挖土的优缺点啊 请问选什么呢 那选择B是不是啊 OK 选择B是对的啊 因为它是中心导石 先挖四周啊 中间是可以作为导吗 中心导中心导的名字就是这个 是不是啊 呃 现在我看有很多的这个 比方说在火车站还有什么 它有设定一个呃 服务的场所 它叫服务导 就是要服务导 看形象是吧 好 这个答案先二哈 再来再看一下这个题目前什么 这是10年的二线的考题 当地质条件和场地条件许可时 可开挖深度不大的提坑 可采取的开挖的方案是什么 好 应该是放坡挖土啊 这是最经济的 就是这样 好 再来 那么我们提坑的土方田柱 应该怎样进行回田和夯实呢 应该是在相对两色或周围同时 对啊 好 那么 关于土方开拉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讲极坑验槽 啊 极坑验槽 那么呃 建筑或构筑物的极坑啊 都应该进行极坑验槽 这个验槽本身的技术要点 考试考到的可能性 呃 有 但不算大 极坑验槽最主要考的就是什么 它的验收的方式 谁来组织 谁来参加啊 首先 极坑挖至基底的设计标高 并清理以后呢 施工单位啊 挖清以后 当然施工单位要要先写申请啊 申请以后 那么谁来验呢 是施工单位 必须会从什么 勘察 设计 建设 监理 等单位 共同进行验槽 合格以后 方能进行啊 这个基础工程的施工 所以说要几方参加五方 地基基础工程 这个分布工程验收的时候 也是这五方参加 极坑验槽 也是这五方啊 只有这两部分的 验收和验槽 这个勘察方需要出现 勘察方啊 这个勘察方需要出现啊 勘察方 好 那么验槽具备的资料和条件啊 警方考大家简答题啊 首先谁来参加 勘察 设计 建设 施工和监理 是吧 五个单位的 这个项目负责任和技术人员都要到场啊 相关的人员都要到场 那么地基基础的设计文件 啊 那么验槽 你的基础的设计文件 也要给出来 那你看一下 你爸的这个槽 适不适合你这个基础啊 还有什么 沿途工程的勘察报告 这是必须要拿来的 是吧 啊 那么轻行动力出探的记录 那么啊 如果说可不进行进行动力出探的话 这个记录可以不要 那么地基处理或深基础施工质量的检测报告 你的这个说明对你的这个地基啊 得有一个这个检测报告 那么 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基底应该为无扰动的原状土啊 一这个刚才说了 那比方说我们机械挖土的时候 我们是要预留200到300啊 为什么 就是想保证这个基底这个原状土不被施工机械所破坏 是不是啊 而且留置有保护层的时候呢 啊 其厚度 如果说这个基底要求你留一块保护层 那么厚度啊 不应超过100 好 这是我们验槽应该具备的资料和条件啊 轻行动力出探呢 啊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设备 对于这个基底下不可见的部位 用这个设备 哎 这么走一遍啊 这么走一遍 可以知道它的这个 这个土的这个均匀程度啊 下面有没有一些软卧下卧层啊 浅埋的古墓 古靴古井啊 是不是啊 等等啊 关于轻行动力出探呢 稍后我们还会讲到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验槽啊 又分你是天然地基 还是这个人工处理的地基 啊 这个应该把后边之间掉到前面来啊 我先说一下 地基与基础的区别 大家能够去分开吗 地基和基础的区别 地基是地球的一部分 啊 那么基础呢 是我们整个建筑物的一部分 就是啊 啊 那么我们上部结构 将贺载传递给我们的基础 那么支撑基础的这块岩石层或土层就叫地基 那么这块支撑基础的这块土层或者是岩石层 那么这一部分它可能会是天然的地质条件 条件比较好的时候 这比较山区 而地质条件非常好 都是坚硬的岩石 那么开挖到我们的设计标高 这块天然地基就满足要求 无需处理 直接在上面做基础 然后做上部结构就可以 那么如果说 是吧 那么你开挖到这个设计标高以后 你这个地下土这部分呢 是淤泥制土层 承载力不符合这个承受上部基础传递来的贺载 那么这块淤泥制土层 咱可能就需要进行什么 人工的处理 那就叫人工地基 是不是啊 那就人工地基 好 那么打桩也好 换田法也好 等等都是人工 就处理地基的方法 我们现在讲的是天然地基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火神山医院 那么他就采用的是什么 天然地基 火神山医院采用的就是天然地基 那么天然地基页槽内容 根据勘察设定文件来核对 我们基坑的这个位置 平面尺寸 坑底标高 是吧 根据我们勘察报告 来核对我们的坑 坑底坑边掩土体及地下水的情况 一定要根据看查报告来进行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检查 这个空穴 谷井谷物 暗沟地下霉烧物 还有这个 应该是防空掩体等情况 并查明其位置深度和形状 那么第四啊 检查坑底土质的扰动情况及扰动的范围和程度 五 检查机坑底土质受到 不是受到受到这个冰冻干裂 受水冲杀或浸泡能扰动情况 并查明影响的范围和深度 这是我们天然地基验槽 比如说如果你去验槽 你要关注什么呀 不仅要关注 是吧 你开发的位置啊 尺寸呢 坑底标高挖土的深度 有没有达到要求 那还得核对什么呀 你的土质啊 和我们的看查报告时候一致啊 是不是啊 还得检查你这个 这个天然地基里边有没有这个古墓古井等等 是不是啊 以及这样的情况深度 是不是啊 以及你这个土层有没有被扰动啊 有没有被这个地下水冲刷啊等等啊 那些都是从哪提出的要求 都是从土质的要求提出来的 为什么要关心土质 因为它影响你存在力啊 是不是啊 那么天然地基在验槽前呢 应该在这个坑底下 拿着一个轻型动力出汤的设备啊 进行普遍的轻型动力出汤 那么检测数据作为验槽的依据 那么遇到下来情况之一时 可以不进行轻型动力出汤 那么这三条可以了解啊 可以了解一下 我觉得还是要掌握啊 因为不难啊 这三条 所以你遇到哪些情况 可以不进行轻型动力出汤呢 第一个就是撑压水 我们知道 上节后我们介绍了什么是撑压水 就是两个这个不透水层之间的这块水 就是撑压水 它是有一定压力的 因为上面这一层是不透水层 下面也是不透水层 它在中间 它当然有压力 是不是啊 当然有压力啊 那么撑压水头可能会高于坑底的 底面比较高 也就是说你在触碳的时候啊 有可能会造成什么 冒水涌山 因为这个撑压水 这个水头压力啊 可能会高于你的击坑底 因此有可能会造成冒水和涌山 那这个是危险的 是不是 那不可进行轻型动力出汤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击坑的持力层 击坑的持力层 击坑的持力层指的是基础下面啊 这个支撑这个基础的这块土层 我们叫持力层 有朋友可能会说 那是不是整个地球都叫持力层 不是的 那么支撑这个基础的这个土层 随着深度啊 随着深度的增加 那么我们承受的这个贺载 肯定是逐步减小的 是不是 当小到一定程度 那么哎 这一块就叫持力层 以下就那个受到的那个贺载很小了 那下面那块土层 我们叫软卧层 叫下卧层 叫下卧层 下卧层 它的存在力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就不考虑了 我们就只考虑持力层 来支撑我们上部的基础和结构啊 结构 再说持力层呢 如果是历石层和卵石层 而且基地以下历石和卵石层的厚度大于三米 就比较这个 大于一米 大于一米 就说明它比较坚硬 而且有一定的厚度 那这块可以不及轻行动力出它 再一个就是我们基础持力层是居于密实的沙层 而且这个沙层的厚度呢 大于一点五米 也可以不进行轻行动力出它 也可以不进行轻行动力出它 关于这个天然地基的厌槽 我们就讲到这里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基处理工程的研讨 那么我们对于换田地基 墙航地基 这都是我们地基的处理方式 应该现场检查处理后的这个 应该检查我们地基的这个均匀性啊 密实度等检测报告和承载力检测资料 那么对于增强体复合地基 什么叫增强体啊 你把一个桩打到我们地基当中 它不就是一个增强体吗 那么关于这个地基处理的方式 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啊 大家先不用着急啊 那么这块文字你能了解即可啊 了解即可 对于增强体复合地基 比方说装符合装地基啊 符合装地基 那么应该检查我们的装头啊 装卫啊装监土的情况 还有符合地基施工质量的检测报告 那么对于特殊土的地基 应该检查啊处理后的地基的湿线性 湿线性就是有很多 比方说大家听说过湿线性黄土 湿线性黄土指的是进后水以后 这个土的结构都已经遭到破坏了 那么这个土呢会发生严重的变形 这就叫湿线性黄土啊 那么像我国的东北 华北 西北等等啊 有很多都是湿线性黄土 那么黄土 那就是比方东北我们都知道是黑土 就是啊 那么我们这个 比方说我们华州基本上都是黄土 高原大土 那是黄土 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南方还有一些是红土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还有还有这个地震液化 是吧 然后冻土保温 膨胀土隔水等方面的处理效果检验资料啊 这对于特殊土啊 我们要检查的这些资料 了解啊 这块都是检查报告 是的啊 了解啊 了解即可啊 好嘞 我们过啊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装机工程验槽 那么设计计算中 如果需要考察我们装法基础 装法基础就是装上面是一块法板的啊 装法基础 还有一个低装层台 等装尖土共同作用时 我们应该在开挖清理至设计标高后 对装尖土进行检验啊 我们好 我们说一下啊 同学说能不能和学生互动 好 这个低装层台啊 低装层台 层台 那么和它相对应的就会有一个什么 高装层台 是不是啊 啊 他们的区分指的是 大家先看一下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图 能不能看懂啊 这图放的是不是有点小 是吧 大家看到啊 这是一根装是不是啊 这也是一个装 是吧 啊 这是一个装 那么支撑装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装层台 是不是啊 啊 这是一个装层台啊 那么装层台的底面 在地面 室外地面以上的我们称之为是高装层台 那么这个这个装层台的底面是位于地面以下的 那么我们称之为是低装层台 我们绝大部分的装啊都是一些低装层台啊 当然啊 有的地方避免比方说是避免受地下水的这种影响等等 它也会采用什么高装层台 能明白了吧 就是这个层台的底面啊 比方说这是一个层台 是吧 下面是一根一根 一个层台下面可能会有好几根装 有可能会不一定会得是一根装 有可能是两根啊 五根啊 两层啊 好几根啊 就是装 好 那这是这个 这是层台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层台的层台的底面啊 如果说是位于室外地面以上啊 比方说这是室外地面 是不是啊 那这个就叫属于什么 高装层台啊 高装层台 如果说我们的地面在这儿 是不是啊 你的这个层台的底面位于地面以下 是不是啊 如果这是地面的话 那你就是属于什么 低装层台啊 低装层台 好 装要进入层台吗 啊 层台吗 啊 装不是要进 装在层台下面啊 装要进入土体当中啊 是不是啊 好 那么对人工挖孔装 应该在这个挖孔清理完毕以后啊 对这个装端持立层啊 要进行检验 对大孔镜的挖孔装 应该主孔检验孔底的颜土状况啊 啊 也说对于大孔镜的挖孔装 要每一个孔都要检验 好吧 这块也是了解啊 这块也是了解的知识点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验槽的方法啊 讲一下验槽的方法 验槽的方法主要采用观察法 而对于基地以下屠层不可见的部位 那你肉眼不可见怎么观察 我们要足以牵探法来配合共同完成啊 那么观察法我们要观察什么呢 啊 观察坑壁啊 坑底的土质情况啊 验证我们这个基槽开挖的深度 初步验证我们的草底部的土质 是否与我们的探查报告相符 观察坑壁处置是否被认为啊被破坏是吧 那么基坑边坡是否稳定是否有影响边坡稳定的因素存在啊 如地下渗水啊 坑边堆载啊或进去你的扰动啊 是吧 那就是观察啊 那么 这个基槽内啊 有没有旧的房积啊 坑穴啊 古墓古井啊 人房设施等等 如果存在上述问题呢 应该延期走向进行追踪 并查明啊 其在这个基槽内的范围延伸方向长度 深度和宽度啊 那么在进行直接观察时 可用秀针式的灌入仪或其他手段作为辅助啊 作为辅助啊 作为辅助啊 作为辅助 好 这是关于验槽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轻型动力出踏 这个地方打一共五小星 可以考大家多选题或者是按例题 啊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考点哈 刚刚那个部分了解极可啊 刚刚这个部分了解极可啊 轻型动力出踏啊 进行这个基槽检验的时候 应该检查哪些内容呢 啊 警方考大家啊 按例题 或者是多选题 第一个就是 呃 我们地基持地层的强度和均匀性 为什么要进行轻型动力出踏 要检查什么 我们持地层的强度和均匀性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浅埋软弱下卧层 或浅埋的突出硬层 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么第三个就是浅埋的会影响地基承载力 或地基稳定性的这种什么呀 啊 古井 洞穴 空洞等等 有没有这种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是基础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的墙或柱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和 其实和基础啊 直接相连的这块叫什么 持力层 持力层下面是下卧层 下卧层的承载力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是不考虑的 但是并不代表下卧层 不需要承载力 那明白 当你的下卧层是淤泥质土层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软弱下卧层 当然软弱下卧层不一定非得是淤泥质的 它还可能是其他层质的 只要是你承财力很小的 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软弱下卧层 所以说轻型动力触探可以帮我们发现 或帮我们检查我们这个地基当中 有没有或是否存在软弱下卧层 能理解 就是轻型动力触探进行基草检验的时候 检验什么呀 持力层的强度和均匀性 有没有软弱下卧层 或者是这个浅埋的出处的硬层 再一个就是有没有浅埋的会影响 地基承载力或地基稳定性的这种骨精 是不是 然后这种洞穴空洞等等 好 这是关于这个问题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个练习题 巩固一下 那么基坑开挖完毕以后呢 必须进行 必须参加现场验槽 并签署意见的单位有什么 好 这个应该是谁啊 BCDE是不是 五方 是不是啊 五方 好 那么接下来再看 那么基坑验槽应该由谁来组织 这个题目很重要 一二件都多次考过 一二件都多次考过 好 基坑验槽应该由总经理工程师 来组织 我再问一下 还可以由谁来组织 还可以由谁来组织 甲方负责人或建议单位负责人 是不是 负责人 是不是 总监或者是建议单位项目负责人 啊 好 好的 好的 好 那么再看 那么基坑验槽当中 如遇到尺利层明显不均匀时 应该在坑底普遍进行什么 基坑验槽当中 如果遭遇尺利层明显不均匀 应该在基坑底普遍进行什么 这时候 迁探是不解决问题的 这时候迁探是不解决问题的 应该是普遍进行 对这两次 普遍进行什么 是的 轻型动力出探 刚刚说了 轻型动力出探要检查什么 我们尺利层的什么 均匀性 是不是和强度 是吧 我们对这个尺利层的均匀性和强度 是不是 这个是要选择C 轻型动力出探 轻型动力出探 不一样 迁探是一个钢迁 用一个重锤打到土体里边去 我们通过我们锤机固定的次数 它打入的深度 我们来判断我们这个土层的承载力 或者是说它有没有一些 埋涉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方说骨血骨木骨锦这样的东西 那么轻型动力出探呢 它是有一个设备 是一个小型的设备 是不是 它可以这样子 也是通过振动 它来感触 就叫检查我们这个土层的承载力 以及它是否是均匀的 它的承载力的强度 等等 好 接下来 验槽的时候 需要进行轻型动力 轻型动力出探的情况有 A B E 占 A B E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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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